乌军16号分别向乌冬顿涅茨克市 还有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别尔格罗多州发动了空袭 顿涅茨克市政府大楼被炸毁 另外在南部战线 乌军声称赫尔松地区的亲俄政府抵受不住乌军的攻势 开始撤退到克里米亚 而俄军则是继续用导弹攻击乌克兰多个重要设施 击中了所有目标 乌军继续在乌冬地区进行反攻 由俄军控制的顿涅茨克市 市政府大楼16号遭乌军炮击 重弹 损毁非常严重 当地官员表示 大楼是被乌军的美制海马斯炮弹击中 并造成人员受伤 而在俄罗斯境内 接染乌克兰的别尔格罗德州也遭乌军空袭 据报有超过20栋房屋被毁 当局表示 俄军防空系统击落16支导弹 但袭击仍造成4人受伤 其中三人来自同一个家庭 比尔格罗德州距离乌克兰边境仅仅40公里 一直被俄军用作前哨阵地 但俄乌开战7个多月以来 很少遭到攻击 直至上周开始 当地频繁遭到攻击 在南部战线方面 乌军发言人声称 向俄控赫尔松地区发起了猛攻 16号一天内进行了20起攻击 摧毁17个武器及军备集中地 以及4个防空导弹系统 乌克兰发言人又指 亲俄的政府机关已经开始撤走 撤往俄军控制的克里米亚地区 由于医疗人员已经离开 民众无法得到医疗服务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则声称 乌军企图突破赫尔松地区的俄军防线 但被击退 俄军又指 过去24小时 继续以高精度长城导弹 攻击乌克兰多个地方的军事司令部 以及能源系统 所有目标军被击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